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亚洲节目 今天我们聚焦于印度的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 一名年仅31岁的实习医生在加尔格达被残忍强奸和谋杀 这引发了数千名女性走上街头进行抗议 这场抗议被誉为印度最大的重夺夜晚游行 响应了1970年代西方女性要求夜间公共空间更安全的运动 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呼吁对针对女性的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惩罚 但这一事件仍然让人们想起2012年新德里公交车强奸案 显示印度对女性安全问题的深层次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加尔格达的街头灯火通明 数千名女性手持蜡烛和鞋友重夺夜晚 Reclaim the Night的海报 齐声高喊着要求正义和安全的口号 这场盛大的抗议活动吸引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从BBC到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再到Al Jazeera都纷纷报道了这一事件 抗议的起因是一名31岁的实习医生 在国营医院被残忍强奸并谋杀 她的同事们和社会各界对此充满了愤怒和悲痛 这次抗议活动被称为印度最大的重夺夜晚游行 仿佛将时间拉回到1970年代 当时西方女性为了夜间公共空间的安全而进行抗争 视频记者Nikita Mantani和Salman Ravi 在BBC Hindi的报道中详细记录了游行的情况 游行者中有许多年轻女性 她们手中的蜡烛微弱却坚定地照亮了她们的脸庞 诉说着对未来的希望和对现实的不满 这起一生被强奸和谋杀的案件深深刺痛了印度社会的神经 连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也在第78个独立日的致辞中 呼吁对女性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惩罚 莫迪说 作为一个社会 我们必须思考对我们的母亲 女儿和姐妹所犯下的暴行 全国对此感到愤怒 我能感受到这种愤怒 事实上 这个案件让人们想起了2012年震惊全球的德里公交车强奸案 当时 一群男子在行驶中的公交车上强奸 并严重伤害了一名23岁的学生 最终导致他不幸离世 这起案件曾经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和国际关注 四名背叛强奸和谋杀的男子最终背叛有罪 然而 十年过去 类似的悲剧竟然再次上演 这让人不禁质疑 印度的女性安全状况 真的有改善吗 宝莱物演员阿丽亚巴特 在他拥有超过8500万粉丝的Instagram页面上发文说 这起可怕的事件再次提醒我们 女性在确保自身安全方面承担了不成比例的重担 她的声音代表了无数因恐惧和愤怒而无法沉默的女性 不仅如此 这次悲剧还揭示了印度医疗系统长期存在的问题 政府医院的医生们长期以来抱怨工作过度和薪酬过低 他们表示对于因医疗服务而愤怒的人 对他们施加的暴力 没有做出足够的遏制措施 这次医生被强奸和谋杀的事件 让医护人员对工作环境的安全提出了更强烈的要求 本周早些时候 印度多个城市的政府医院 暂停了处击诊部门外的所有服务 出击医生们坐在外面抗疫 要求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根据国家犯罪记录局NCRB去年底发布的数据 2022年印度针对女性的犯罪案件 比前一年增加了4% 这些数据和实际发生的悲剧 无不揭示了女性在这个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 这名31岁的医生于周五被发现死亡 警方表示她被强奸并被谋杀 随后一名警察志愿者因与此案有关而被逮捕 这名警察志愿者的身份 让人们对警方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一位抗疫者说 我们应该相信警察是保护我们的 但现在他们却成了犯罪的帮凶 这让我们感到绝望 抗疫活动的高潮时刻 一位年轻的女医生举着麦克风 声音颤抖但坚定地说 我们不仅是为了这名被害的医生而来 我们是为了每一个在这个国家 感到不安全的女性而来 她的话引起了现场一片掌声和呼应 仿佛一阵狂风席卷过人群 这场抗疫在全球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Al Jazeera的报导指出 数千名男女在印度多个城市举行游行 要求政府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来保护女性的安全 手持蜡烛很写有重夺夜晚的海报 他们在包括东印度的加尔各达在内的 多个城市举行集会 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 抗疫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社会活动加普里亚辛格 Prissing表示 这次游行不只是为了这位医生 这是一个呼吁 全国上下都应该意识到 女性安全的重要性 她强调 这样的抗疫活动在未来会更加频繁 直到政府采取实际行动 改变现状 在这个充满希望和愤怒的夜晚 街头的蜡烛光芒闪烁 仿佛在诉说着无数女性的心声 这些女性不再沉默 她们选择走上街头 高喊重夺夜晚 她们要的不仅仅是正义 还有一个安全和尊重的未来 随着蜡烛的光芒越来越亮 抗疫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 这场运动将继续影响着 印度乃至全球的女性权益运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谢琪琪 我得说 这次印度女性的抗疫行动 是完全合理且必要的 当一个实习医生 在她的工作场所被强奸和谋杀 我们必须立即行动 叫醒那些一直忽视 妇女安全问题的当权者 就像1970年代的西方女性夜间 公共空间运动一样 这种抗疫可以带来社会变革 印度政府必须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来保护女性 否则这个社会将永远无法前进 楚天书 别这么激动 抗疫是可以的 但你得看看现实情况 印度的法律和执行已经在进步了 总理莫迪已经公开呼吁严厉惩罚那些针对女性的犯罪 不过 抗疫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还是说这只是一种情绪发泄 与其在街头抗疫 不如把这些精力用来推进立法和教育 这样才能真正改变社会风气 你总不能靠每次发生悲剧事件 就大搞抗疫来改变一切吧 谢琪琪 说到改变立法和教育 这不是一夜之间能完成的 历史上每一次重大变革都需要民众的声音 看看美国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 没有街头抗疫 种族平等和投票权力能这么快实现吗 这次抗疫也是一样 如果没有这么强烈的群众反应 政府可能会继续拖延行动 你提到了莫迪的呼吁 但他们的行动在哪里 数据显示 2022年女性犯罪案件还增加了4% 这难道还不够说明问题严重吗 楚天书你确实有一部分道理 但抗疫有时候也会带来反作用 看看2012年新德里公交车强奸案那次事件后也有大规模抗疫 结果如何 犯罪率依然在上升 这说明仅仅依靠抗疫是不够的 再举个例子 耶鲁大学1950年代的女性平权运动 虽然没有大规模抗疫 但通过系统化的改进和教育 女性权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抗疫是表达愤怒 但真正的变革需要更为细致和耐心的策略 其其 抗疫确实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途径 但它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 事实上 抗疫和系统化改进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抗疫可以唤起公众和政府的注意 为立法和教育创造更好的氛围 尽管耶鲁大学的例子很好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印度的女性处境远比那时的美国女性更加危险 当下的这种吓人数据和现实 确实需要立刻采取行动 而抗疫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起点 楚天书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一样的 就是为女性争取更多的安全和权利 只是我认为 单纯的抗疫容易让问题过于情绪化 反而忽略了更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 比如说对警察和司法系统的改革是关键 美国黑人社会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曾说过 真正的变革需要结合非暴力抗疫与法律 和政治的严肃行动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整体的策略 而不是仅仅依赖街头的声音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